涉嫌冒充安全距离执法人员进行诈骗 一名19岁的青少年遭警方逮捕 另外还有两名男子正协助警方调查 警方发文告说 今年10月17号接获报案 怀疑三人在玉朗东桥门通道以带冒充执法人员 调查也显示三名男子自称来自名为SG United的机构 但他们并不是任何政府机构的雇员 也没有被授权这么做 警方也再次提醒公众 安全距离执法人员和大使在执行任务时 会佩戴相关的证明 也会穿戴红色笔章 只有警员和安全距离执法人员可以开罚 但他们不会要求当场支付罚金 或是索取任何的银行资料 任何人员和安全距离执法人员和大使在执行任务时代表